我认识的人说我是疯狂的 他说你懂不懂政治的 派钱你也是反对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会这么愚蠢做这些事情 我跟大家讲清楚 局部派钱我是反对的 你要派呢 你就全民派钱 如果大家怕有钱那些为什么要拿钱呢 其实你现在是横腹于民 你派钱其实的性质 和生果金 敬老过了七十岁其实都一样 你没有说七十岁以上哪些有哪些没有 所有人都有 不过大家不知道知不知 七十岁以上拿生果金的人不足一半 那就是证明了 其实市场搞定了 有钱的人不会烦的 不会和你做的事 你不用怕 反而呢 就补了很多孔孔孔孔 今天出来了 不患寡而患不君呢 这条线又没有 那里又没有 有这样的案子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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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过很多了 如果稍后落实呢 大家知道 还有多少人会漏掉 那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 有一百一十几亿 要拿出来派给人 那我自己认为呢 全香港其实是最水深火烈 其实大家都有共识 是最最最最需要帮的 是福利网都帮不了的呢 就是那些m人士 m人士的津贴 如果行常化呢 其实每年是四五亿而已 那一百一十几亿 摆了来一个基金 每年啊 已经搞定了m人士津贴行常化了 是千秋万七的下去了 那这样好些呢 但是拿出来派给 又不是全部人 是一部分人 赢了一时掌声 但是呢 明年没有的 明年未必有的 是吧 那我都想大家心思想想 是 我从政是为原则 是为公义为理想 不是为政治 我不知道会损失多少选票 不过我还是觉得呢 我是应该这么做的 所以我就交代一下 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投票 一会儿 余算朗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 新政策呢 司长是很难回应的 m人士行常化呢 津贴呢 不是他说做 就一定做的 要看其他人制不制 最重要是特首啊 劳福局长 那 幼稚园英语老师呢 又因为新的政策 又不是他说做做的 但是真真正正他可以做的 就是现有政策加码 那 劳福局长呢 对于社区保姆这个计划呢 我刚才解释过了 社会上的商职家庭 极极极渴望有这个计划 例如我现在 在一个住户 我可以找楼上楼下 我认识的街坊信德国的 税举参加这个计划 每个月呢 就不要给 每小时就不要给十几二十元 不沽寒 比较最低的工资 或者高一点 交通津贴 请他每日去某一个指定的学校 接我的小朋友回来 放在他家里跟他玩 我放完工回去呢 走到楼上 接他回来就行了 哇 我和这些街坊分享这件事 开心到云 拿着手 求我 希望可以 扩大这个计划 因为现在这个计划呢 不是很多人愿意做 因为资源不够 而且也解决不了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接小朋友 由学校 回到家里 令到家长在六七点 下班之后呢 可以很方便地 回家的途中 去接他回来 那这件事呢 我觉得司长是绝对有能力 一段正面回应的 那他怎么回应呢 就奠定我一会儿 到底就 反对呢 定棄权呢 就可能走去就算了 就这么多 所以我现在答不了你的问题 我会怎么做的 现在我就 就是显示诚意了 看看他 是怎么样 的回复 我跟他谈的时候呢 他是说明了 够政策 他可以说得 实在少少 但我不知道实在是怎样 支持 之前我已经知道 上个礼拜 我已经说了 如果我是这样 反对派钱 我好难支持 这个月算了 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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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amount can immediately address the so-called poorest, most pitiful sector of society. In Chinese it's ammo. I'm not quite sure about the English version. In other words, those who don't have government subsidy, don't have public housing, basically they are the worst off sector in society. They don't have their own property, they don't have public housing, and basically they don't have any kind of help from government. Everybody agree that that is the sector that is most worthwhile helping. But government says it would incur too much recurring income. That's why they say no. And the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take that amount and throw it out in terms of a one-time gratification. So that's against my principles. How to You 這次我所理解是泛民都應該有人去支持的 零的突破 我看報展而已 如果泛民都有人支持 你說我一個也好 三個也好 五個也好 我不覺得會影響大局 我亦都再說多一句 就是當然整個大局是重要 但是與此同時 每一個從政的人士都要堅守自己的原則 你說如果那個原則會牽連到去搞出大件事 是吧? 是變成預算案通過不了 跟著就什麼公務員沒有糧出 警察又不知怎樣 那我當然會重新考慮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只有一票而已 我是可以很靈活地 老實說也要有勇氣的 是吧? 正在營光幕上 全錄兩點毫 那你覺得 我引以為明嗎? 我很不想的 是吧? 是吧? 那我實在 我實在不可以喝著我良心 去投票的嘛 我都沒有留意另外一位是誰 是吧? 所以沒有的 每一個人從政 有他的初心 他不要忘記他的初心 就行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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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